原住民主委员会的政策座谈会 最后一个场次7号的下午是在热水乡公所举行 全台各部落同样面临的问题就是原保地争化边 还有部落土地困境 原民会的主委一向把洛表示说 原民会会跨部会研讨解决方式要落实部落的土地争议 从110年10月份开始 原民会巡回全台各原乡部落 展开总共72场次的综合政策座谈会 热水乡最后一场次 瞧了两三次 终于敲定在原月7号 并且也顺利进行 我们在特色道路上 可能比较困难去申请 因为可能考量到土地他人 所以我们的那个主人的家 到家里的那个道路可能已经陷下去了 或会裂掉 其实是很危险 所以在这样的建设方面 特色道路上怎么样去帮助 都不能走在其美质的地方 可以办这个人年金 那目前 所有钱都没大 原民会除了全国性政策业务工作的简报说明 亲自主持会议的主委一将巴洛尔 尤其相当重视于台下部落头目 部落青年干部 妇女会 以及相代表村长等等 进行的综合座谈意见交流 月别段的九四地号 当初是活有产权的地 也就是没有更重 后来那边各成 管理成各成何传奇啊 我们向万荣乡公所申请 原住民保留地的这个 我们明明符合所有申请要件 法业一出送也打赢了 却被万荣乡公所用种种的理由推荐 短短一个小时的意见交流中 与会的部落头目 青年干部 以及妇女会 村长 乡民代表等等 提出语文 文化教育 产业经济发展 到地方建设等议题 而其中全台部落最严重 也是最关注的 就是原住民保留地 增化边 困境 以及部落土地建设发展受限的问题 成立25年的圆明会 首度借着全台原乡部落的政策综合座谈会 提交25年来的成绩单 部落族人心心念念的土地争议 似乎还有成长努力的空间 也称是台湾原住民 还我土地运动先驱的主委 一将巴洛尔表示 将跨部会地来研讨解决 真正落实达到部落土地正义的目标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